首先还是要从两点透视视频线开始讲起 两点透视毫无疑问 它是有两个消失点 以景物为界 在景物的两侧 两点透视常常会出现像两侧一种延伸感 能从视觉上扩展你的一个场景 两点透视视频线 这是两点透视的一个视频线 接下来是两点透视 一些最基本的一些东西 两点透视是什么东西呢 两点透视是画者的视线 与所画物体的逆面 就是一个逆面 所成的夹角为锐角的一种关系 它跟一点透视不同 一点透视成直角 它成锐角的一种关系 那么两点透视的消失点 两个消失点 是在一条直线上的 这条直线 我们叫它为视频线 就是之前说的视频线 两点透视也是绘画当中 常见的最多的一种透视角度 它在人的视频线上 能看见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面 它在视频线上有两个消失点 通过不断的观察和练习 我们才能快速的准确的 确定出消失点来 绘制出合你的图示图来 当然这个两点图示呢 有时候在画面当中 它是找不着的 特别是画那种 那个画面比较饱满的那种 就是小东西的话 或者是那种东西的话 就是很多时候是找不着的 这个就需要平时的一些都观察呀 就是对事物的一些认识啊 具体来做啊 把这两个端点定为 消失点啊 这条线 视频线啊 消失点视频线 如果啊 我就在这个上面画一个方式 方体啊 以方体为腻 简单的做一下介绍 那么呢 这个方体啊 这边的线 它就会朝着这个点的消失啊 那么方体的另一个面的线啊 这边的线 它会朝着 右侧的这个消失点的消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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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样的一个头型 下面再画一个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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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我们就成为 洋电图室啊 洋电图室呢 在我们的景观当中啊 或者建筑 室内 都是最常见的一种啊 然后呢我们画一个 洋电图室的方体的阴影啊 带阴影那种 这个在具体作画的时候呢 我就可能会把它省略了 这个一些消失点 一些视频线呢 但是你要记住 这些东西是有的 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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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这些面接线的地方 该强调的地方 转折的一些地方 必须要强调一下 回面了 再画一下 这样的东西啊 两点透视 然后接下来画一个两点透视的 两点透视的一个暗逸 之前呢 我们用那种印直线 也就像这种直线画了 接下来换一种性格啊 画一种软线画的啊 画这个时候啊 一定要注意它那种图示关系啊 经常也想到图示关系 但是用软线画啊 有的希望你可以 可以允许自己 可以允许自己 就是说 画的 只要线条流畅一点啊 凝活一点 这个都是没关系的啊 只要大的不出现问题就行 这个时候 我可以允许以下 OK 我允许一下 都是 很棒的 你可以允许一下 但是我可以允许一下 用往后啊 这方就要让它慢慢的消失 一些地方过渡啊 这个都是需要大家平时注意的一些东西啊